大家好 我是樂儀 話說前一陣子我看到很多人都去了澳門旅行 我也收到很多DM問我去澳門之前有什麼需要準備 或是有些APP可以推薦給大家用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我就是解答一下前一陣子我在Story問過大家的問題 還有也有少許提示給大家來澳門旅行的時候可以怎樣做 去澳門玩有些實用的APP可以下載 例如是外賣或是交通那些 有的 澳門人通常用的外賣APP有兩個 一個叫做AmFood 一個叫做澳明 其實我也很推薦大家在澳門叫外賣 因為真的很便宜 它的配送費是幾元到十幾元 那就可以叫外賣了 但它應該是要有澳門電話 但如果大家有辦法有澳門的電話的話 的確可以試一下用外賣 然後如果是交通APP的話 首先有一個巴士APP 叫做巴士步站 藍色這個 這個APP打開裡面 會看到這裡有很多不同的號碼 這個號碼就是澳門巴士的號碼 例如你隨便按一個按下去 就會看到有不同的站 你會看到左手邊 這裡不是有巴士的樣子 它就會告訴你現在巴士去到哪裡 那就可以看到它還有多少個站 會到你要搭的那個站 總之你要用到到澳門巴士的話 單這個APP就很方便 就是它也有其他功能 可以搜尋到你附近有什麼巴士站 或者你要去哪個巴士站 搭哪一架巴士最近等等 然後說到叫的士 澳門是沒有Uber的 澳門是用不到的 如果你們想叫的士 首先要單一個叫澳門電照的APP 按下去之後就可以叫的士 但問題在於好像也要用到澳門的電話 如果你們沒有澳門電話的話 那就未必可以叫的 下一題問題是 可不可以用港幣 可以的 澳門可以用港幣 但是我們是一比一的 通常餐廳都不會有補償給你 而且找錢未必會找港幣給你 因為它未必有足夠的港幣可以找到給你 所以它有時候也會找到舖子給你 但是覺得 沒有補償就不是那麼好 那過來澳門的時候就先把舖子 但如果你覺得那幾%沒什麼所謂 都可以用港幣 下一題是 我之前有拍過兩集 是關於澳門美食的 那兩條片的餐廳 除了一兩間 除了葡撻 或是豬扒包 以外 其他都會是一些 我們本地人 吃得比較多的餐廳 那大家都可以參考那兩條片 接下來就是 便宜美食的酒店推介 可能大家都知道澳門的酒店都偏貴 因為尤其是坦仔那邊 大部分都是五星級的酒店 所以基本上都是一千多元起跳 那如果真的想選擇便宜 例如說一千頭 又或者under一千 我就會建議大家住在澳門那邊的酒店 接下來就是澳門的公共交通工具 有什麼要注意 有的 澳門的公共交通工具 我估計應該是巴士 但往往的時間都是巴士 很困難 第二 它每個站和每個站的車間其實很近 所以如果你看Google Map 譬如10分鐘或15分鐘去到 搭三四個站 我建議你走 因為可能走 還會比你搭巴士 尤其是在一些下班的時間 或者星期六日多遊客 所以如果你們是去一些比較近的地方 真的要走 不要乘巴士 因為巴士是很塞車 很擠 另外公共交通工具還有輕軌 輕軌 其實我很少搭 因為它只是在那一區 而且去那一區的地方 都是全部走 都可以到達 接著呢 這個就是 收到最多的問題 就是問一下 哪裡可以撞到我 我出門的地方 就是澳門那邊比較多 好 下一題是 怎樣才可以搶到買一送一的船票 買一送一的船票 我都搶不到 上網 我自己基本上都很難的 如果是才是六一 一 這些時間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去現場排隊 可能會 甚至方便大家去網上買票 最後一條 最後一條的問題就是 他想問澳門有什麼可以推薦的清巴 我記得在第一條影片 我好像有推薦過一間MUNSHINE 大家可以長城提到那條影片 另外我們還要再推薦 也有的 有一間就叫做 Cinni Blue 它就是一間會有的 偶爾有些藝人或一些歌手 是在那裡唱歌的 也蠻輕鬆的 但那一間會比較小一點 如果沒有預約 還要星期六一去 那可能人會比較多 要一些 比較大一點 然後比較多 可以去南環那邊 SKY21 它就叫做 那間也有點像 其實香港的中環 港島區會有的那種 露天巴的那種 那種感覺 之外就是一些我給大家的小提示 澳門之前有什麼要準備的 第一點就是 你們要想清楚 因為如果港幣沒有補賞 你們是否可以 如果大家可以 就不需要刻意去搶錢 第二點就是 你們想想要不要 有需要買這個 上網卡 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 港澳計劃的卡 給大家買的 大家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不同公司的價錢 然後去想要不要買上網卡 之後呢 剛才說過很多 都是公共交通工具 其實我不是很建議大家坐的士 因為澳門的士也挺有空的 所以 如果可以的話 就靠巴士和輕軌 基本上都可以去到大部分澳門要去到的地方 可能有些人會問 來到澳門要不要買澳門通 我覺得沒有這個需要 因為澳門通 不會特別便宜 因為澳門通給錢的話 所以 所以不需要特地又要留時間出來去買澳門通 然後又要付錢進去 但是大家就要帶回散銀 一程巴士就是6元 還有現在暫時 澳門的公共交通工具是要戴口罩 所以大家都要戴著一個口罩旁身 上巴士的時候就要戴口罩 然後呢 相信也是一個大家很關心的問題 就是入賭場賭錢 澳門入賭場是很嚴謹的 大家不要想著可以如目運珠這樣放進去 因為那些保安是逐個人會出現身份證的 所以你要戴滿21歲 而且是生日要過了 是未夠有一歲 打算試試博一下門進去 是可以打消這個念頭 因為所有保安都會逐個逐個證件去查 好啦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也希望對於大家來澳門玩 會有些幫助 那大家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下條影片再見啦 我們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